Hello各位观众老爷听众老爷以及我的会员member各位巴尔老爷们大家好我是你们38岁被中国淘汰的职业经理人Bob 很好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这次巴尔冲突之后再看中国对台湾军事行动之困难以及不可能性 对然后因为这两天不就是那个大家看到巴尔的时候巴勒斯坦发射了 他们宣称5000发以色列统计到的是3500发火箭弹 彻底瘫痪了以色列的防空系统然后很多小粉红就欢呼雀跃 觉得说对吧我们这边也是中国人民特别能生产对吧我们造东西速度特别快 然后我们万一万颗那个就是火箭弹齐发过去 然后台湾就把我就被我们的那个火箭弹打破防了 效仿一下那个巴勒斯坦然后对吧就比平A嘛平A就完事了 对吧平A对吧平A选手飞龙飞龙起脸就有一种飞龙起脸的感觉 其实小粉红也蛮可怜的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就是巴勒斯坦和台湾之间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区别 以及说火箭弹和火箭弹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这边先拿一张地图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首先左边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地区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清楚 红色的地方叫以色列占领区 黄色的地方叫巴勒斯坦自治区 对吧那加沙呢就是在那个加沙走廊这边边上是埃及 对吧那红色的地方呢这边全都是以色列 就绿色的地方呢也是以色列的区域 所以呢就是巴勒斯坦是紧紧的贴着以色列的地区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包括约旦叙利亚和黎巴能 为什么那个那个就是以色列特别害怕黎巴能和那个叙利亚呢 是因为黎巴能和叙利亚的装甲力量只要跨过国境线就是那个以色列 包括约旦也是埃及也是什么赎罪日战争啊对吧 戈兰高地啊你看戈兰高地就在那边 在叙利亚的边上叫戈兰高地 那时候整个阿拉伯国家那个猛操以色列就是因为大家离得近嘛 所以就就都可以打 所以那个火箭弹打那个以色列呢 他不用特别特别的远能够有个二三十公里的射程呢 就可以基本上把以色列都给照进去围着打群殴打了 这个是这样子的那大家再看右边 右边这一块呢就是台湾和中国的距离 对吧那你说什么厦门啊金门啊那地方近 那地方近得一塌糊涂 所以我上期节目就说了厦门要金门金门这地方是保不住的 因为就在中国的那个就是大口径火炮的范围之内45公里嘛 一般性大口径火炮比如150毫米炮的话 都是那个30公里左右的样子啊 就45公里嘛你基本上倒全都覆盖的状 所以没有任何问题的就跟香港一样的 香港英国为什么保不住香港呢 索性就签字投降了也是 对吧你解放军成20个炮兵师在那边 香港就从从那个元朗一直到那个湾头湾仔 全都给你炮用那个直秒火炮 不不不用那个大口径大口径火炮 全都可以覆盖得到的根本没有什么好打 没有战略优势 但是从金门往后 对吧你可以看到什么泉州往后这些地方 到台湾本岛那样可是200公里 那可就差距差的大了 就完全跟跟以色列的地形是不一样的 当中是个海 所以小粉红幻想着说 我们也有很多火箭炮 对中国有 中国大概有一百多万火箭炮 一百多万颗火箭炮 火箭弹 火箭炮 火箭弹 问题是全都是进程的 撑到死都不到100公里 大于100公里的那玩意 比如说卫尸 卫尸2 PL03之类的这些火箭炮 对不起 那玩意真没多少 真没多少 就包括东风的进程导弹 就中国自己公布的数量是1000多颗 就1000多颗 进程导弹 对 就这东西是可以打到台湾的 问题就1000多颗 你说我们全国人民开始生产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的 你要向美国去报备的 对吧 如果你不向美国报备 可不可以 那对吧 当然也可以嘛 对吧 毕竟我们可以不咬美国嘛 对 但是你能够生产多 生产出来之后还需要发射阵地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今天生产了3000颗 3000颗导弹 你至少要600个发射阵地吧 是吧 每个发射阵地存个50颗 对吧 你要600个发射阵地 那密密码码的布 布局整个中国的海岸线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没那么多 没那么多的 对 那远程火箭弹行不行 对不起 远程火箭弹了 这第一 能够打到200公里 这200公里大家看到的 还是打到就是台湾的靠近中国这边的海岸线 对吧 那你在往要去花莲 因为我去过花莲这个地方的 花莲是有就是空军基地的 你要打到花莲的200公里还够不够 你至少400公里的火箭弹 因为当中还有个中央山脉 你要飞得比中央山脉高才行 你至少得400公里的火箭弹 那万一更没多少克 还不如上近地导弹 还不如上近地导弹 所以呢 就是想效仿以色列 就是巴勒斯坦 对以色列进行饱和攻击呢 非常非常的困难 而且台湾还不像以色列 台湾蒋世父子呢 经营的可叫大西洋壁垒 太平洋壁垒 太平洋壁垒 对 所以特别的硬 还有个中央山脉在那边 所以特别的呢 特别的呢 嗯 所以呢 就是这里面呢 我们先看一下 根据以色列媒体呢 这次发 袭击发生前 巴勒斯坦方面发射的火箭弹是最多的 啊 然后说发了3500克 那巴勒斯坦这边呢 就开始吹牛逼了 说我们用了5000克 火箭弹 那可能就有1000多克 因为质量不行 没有打出去吧 对吧 所以就有这么个问题 在那边 那我们首先要知道 就是在这里看一下 就是火箭弹和火箭弹 之间还有一个巨大的区别 是什么 毕竟大家在看这张地图的时候 你会发现 就是 呃 就是我画的一个示意图 有可能不是很准 所有的火箭弹 都是弹道导弹 什么叫弹道导弹 就是基本上 它就跟炮弹一样的 是打一个曲线的 或者说 我们说 那个像微积分一样的 反正就是一个曲线 它先要爬升 拼着命的往上爬 这很正常 你越高嘛 对吧 你可以打得越远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哈马斯的那些火箭弹 就5000多颗火箭弹了 因为它不用打很远 所以它爬个2000米就够了 没必要爬太高 对吧 你爬2000米再飞一下 飞一下就够了 然后呢 就精度呢 其实差无比 通常火箭弹的精度 是它的 是它的射程的十分之一 火箭弹的精度 是它射程的十分之一 这个是通时啊 通时 那你就很多小粉丰 包括Clubhouse上的小粉丰 也说你这是 你这是拿二战的精度 来套那个 中国今天的精度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 哈马斯用的火箭弹呢 那精度真的就跟二战 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任何改变的 不然的话呢 这钱太贵了 而且呢 我们现在讲究的是 那个定点清楚 对吧 就目标明确 定点清楚 那哈马斯不管它 我打过去就行了 你跟我讲 轮道主义危机 非军事目标 对不起 我不听的 我本来就是恐怖分子 把你们炸成一片火海就行 对吧 那但是如果说中国要打击 就是说 所以我们先说回来 所以就是那个 哈马斯的火箭弹 上升段飞2000米 然后进入到飞行中段 然后飞行中段 就开始往前飞嘛 往前飞 它肯定要掉 掉高度嘛 到最后就是末端 末端就是说 就是我飞到差不多 就是这个抛物线的 那个抛物线的 最远端嘛 对吧 然后就开始往下降 这个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就是这么一个飞行的轨迹 差不多就长着飞样子 对 那我们也可以看看 更专业的人画出来的 飞行轨迹是什么样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这是这样子的火箭弹 一个示意图 问题是它飞的 飞的特别低 对吧 就2000米左右的高度 就够了 就够了 已经完全够用了 对 那中国呢 中国如果说要去 从福建打到台湾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距离是多少呢 对吧 我们就说 如果打打击花莲机场 那就是300公里 打击花莲机场的话 你需要用300公里的 火箭弹去打 或者说近地导弹 近地导弹呢 它这个绝对是可以覆盖导弹 因为近地导弹 通常能够打到500 500公里左右的样子 嗯 中国就1000多颗 这样子的导弹 对吧 那如果说我们要用 海量的火箭弹 去摧毁 台湾的防空系统呢 第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火箭弹 都必须要先爬到 6000到9600米 这么一个民航的高度上面去 低了不行 低不行了 不然飞不了这么远 所以这玩意就奇大 奇难无比 第二个事情呢 我们还要讲一个叫末端 末端速度 你飞到6000米 到9600米 就算你飞到 那个6000米的高空对吧 你当中平飞 加那个舵面控制 滑响啪的一下 到后面 到后面就是末端 末端时候呢 这时候末端速度 火箭弹都是自由落体速度 它不会太快的 通常也就多少呢 也就差不多 一点几个马赫吧 我们说一点几个音速 左右的样子 一倍的音速 大部分可能连一倍音速都到不了 对 这是最土的火箭弹 那我们这边又说 说我们可能可以有很多 舵面控制效应 然后把精度提高 对吧 那精度提高呢 这个东西确实是有的 但是相应的精度提高的同时 它的末端速度也快不了 因为你想嘛 你如果速度太快的话 对吧 你舵面稍微偏一偏 有风吹一下 你要不停的修正 不停的修正的时候 你当然是飞的越慢 你的精度就越高 末端速度 对吧 你末端速度飞的越慢 精度就越高 尤其是炸机场跑道 这种火 你必须飞的慢 在末端的时候 那你的舵面 可以不停的在那边 就是有个小翅膀 不停的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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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改变你的方向 然后朝那个机场跑道 炸上去 但是末端速度决定了拦截 拦截是看末端速度 比如说我们的密集阵 美军的密集阵 他说我能够拦截末端速度 1.2倍因素以下的所有目标 拦截率96% 这很正常 对吧 你飞的慢 他那个东西 堆着你打 啪啪啪啪就打上去了 但是如果你高 不高的话 比如说两倍因素 对不起 这东西就拦不住了 拦不住了 完全就无效了 大于两倍因素 他就拦不住了 所以这时候就有个取舍 你是要末端精度 还是要末端速度 末端速度高 末端精度高不了 末端精度高 末端速度就高不了 这是两个互备的东西 这时候就要看了 就是中国到底打过去 准备怎么打 你比如说小粉红幻想的 对吧 中国拿5000颗火箭弹 夹炸着近地导弹 框的一把 一把 大甩炮 啪一把甩过去 对吧 那台湾确实是找 那个雷达上面密密码码 密密码码的 全都是点 对吧 啪的过来 但是它第一件事就先区分出来 哪些是近地导弹 哪些是火箭弹 然后火箭弹里面 跟以色列的思路是一样的 不重要的不拦截 重要的才拦截 不重要的不拦截 重要的才拦截 那它只会去拦截 最重要的目标 那你说我可不可以饱和 把那个雷达识别 都给饱和掉 那确实也可以 确实也可以 但这个时候大家知道另外一点 就是整个中国的 就是民用生产 基本上停滞 全都转为战时经济体系 去生产导弹去了 就像导弹去了 那中国人民过什么样的日子呢 那就像阿德哥跟我说的 这也不重要 对吧 毕竟我们三年自然大杀害 大健身 大吃饱 都可以搞 对吧 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 搞点导弹出来 炸台湾 对吧 反正穷兵独物 毕竟我们有这么多人 只讲立场 不讲是非 对吧 为恐怖主义哈马斯站台 骂到以色列大使馆 能够关闭那个微博评论 对吧 这不谈了呀 不谈了呀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 饱和攻击台湾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非常的困难 所要消耗的物力和财力 简直是令人发之 同时呢 台湾 美国也已经给到台湾 相应的反制武器 也就是说 台湾现在是有能力 直接用近地导弹 去攻击中国的近地导弹 和远程火箭的发射单元的导弹了 美国是开放给到台湾了 所以现在就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 但我可以再跟大家说 从中美两国的舰队实力比起来 中国也现在没有任何能力向台湾进行挑战 这个呢 我会在明天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说一下是怎么回事情 好 所以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